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结算到底会如何 所以在今天里面的台北股讯 它就形成了一个进退有据 也就是说它没有大涨 它也没有大跌 中场里面小涨了19点 但是这19点是由台积电 拉尾盘出来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2330的一个台积电 在今天里面本来从 969拉到973 这是4块钱 4块钱大概就是30几点 所以就整四的中场 小涨了19点 但是量人上面依旧出不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量人 大家看台北股市 看空的人会告诉你说 它开高走低 看多的人会说 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台北股市 本来就是如此 涨多震荡是难免的 但是我的看法是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多空 它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也就是说它是进退有据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来跟大家去做分享 不过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大概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鼠方今天的质卡会有点丑 为什么会有点丑 等一下里面我给大家看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的质卡 因为在过去里面一来 鼠方在这个频道很久的一段时间 我可能眼睛不是太好 我都没有发觉到 我们在这种过程中 这边会有一个公司的号码 大家也都知道 鼠方是永城国际投顾码 你用Google你就查得到电话号码 我也从来都不知道 我的字卡上面来讲的话 有电话号码 就现在来讲话 因为要求不可以有电话号码 所以我有些过去的资料 来不及更新的话 在这边会贴到一个贴到一个贴子 会比较难看 那就请各位观众朋友里面 你稍微去做见谅 未来里面才会改 我就问大家 你之前知道我这边有电话吗 你一定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来讲的话法令就是这样子 该管的不去管 不该管的管了一堆 就像鼠方出这一本书 我现在自己都不够了 还跟我讲一堆诈骗集团来说 鼠方要送书 我告诉你那是诈骗 我现在连自己的书 我都不一定拿得到 我说库存来讲话一下都没有了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中式要求 我们必须要去尊重法令 所以这个部分就遮起来 所以在这种过程 最终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丑一点 你要原谅鼠方 因为鼠方那么久的时间 几年的时间 我也没有发觉到那边有电话 更何况大家都知道 我是永成投雇的 你要搜索一下 我们公司的电话 一下子就搜索到了 所以我就说这都是表面 但是我们就必须要去遵守 没办法 我们就是小老百姓 观众朋友你就见谅一下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台币股线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 第一个我今天质卡会有一点丑 因为很多的东西要有拼有据 过去的质卡还来不及 去做硬质 所以就必须把电话遮起来 第二件事情里面 我要探讨的一个产业上面 在今天大家都会谈到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叫做金金病 譬如说星光金 到底是跟台心金病 还是跟中性金病 跟谁病会比较好 第二件事情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才进一步来探讨 在最近里面机器人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来探讨 台北股市我们在之前就讲了 它在这一次的低点 它是在三个营业日之中 它过8月5号 长黑K的上元20982 也就是说 20982三日内给你一巴掌 原则上而言 19662本坡的低点 就会是形成来讲话 几率成功的几率高达了9成 这个部分你就拿 因为我8月5号的就没办法拿出来了 因为上面有电话 不然的话我会被定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 我如果新制出来 在过去里面的一些历史资料 你自己回头去看8月5号的资料 就20982 这个高点一过 基本上形成本坡的低点的几率 我们在迎战古海这本书也有讲过 是高达了9成 那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话 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里面 没办法就丑一点 就原谅一下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挑战月季线的一个反押 必须要有量有价 你才可以动化再攻 KD指标在低档 不需要有量 但是KD指标 来到指标80之上 你就必须要知道 它必须要有量有价 它才可以动化再攻 那如果没有办法量价其扬 我怎么告诉你 你不可以过度追高 也就是台北股市在这一次 历经的8月5号 8月6号杀无色之后 很多人没办法就说 那种是一种被强迫性的出场 因为它的融资 我还是提醒观众朋友 一件事情 真的股市的一个投资 量力而为 不一定要使用融资 如果你使用融资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 比如说你在技术面 各方面 你要有一定的一个经验 不然的话 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每一周赚小小的 赚个1% 2%你才跑 那断头就是30% 三成的意思 请问你 你三成你要用多少个 1% 2% 你才能够去换回来 所以股市的迷人之所在 它是一个公平交易平台 你有本事你就来拿 你有本事你就来赚 对不对 那诈骗集团是例外 诈骗集团那个就是 买空卖空那个部分 我就不认同 那蜀方来讲的话 的诈骗集团 我再提醒大家 有一百多个 检举一个跑出来一个 检举一个跑出来一个 像蜀方的新书 迎战国怀这一本书 市场上面现在在缺货 居然就已经走诈骗集团 说我要去送书的部分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次 你基本上而言 麻烦认证 官方QR Code LINE的QR Code 小老鼠QEEN88598 你这个部分 才是我们正确的 不管是你的一些的资讯 属方的一些的资讯 或是我们的 入会的一个部分 都是我们的专属资讯 你要用对的方法 财富才会逆转胜 其他很多的一个部分 来讲话 Facebook也有了 我们今天就不多谈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必须有量有价 你才可以动化再攻 那你现在就是没有量 你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也是没有量 所以他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是很正常的 那你看在这种过程中 他也知道你没有量 你的KT指标在高档上面 你很难动化再攻 对不对 所以这些的多头 他要互助 这个互乘合 这个互乘合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在月线 因为台北股市 占五日均线 已经高达两个营业日以上 我说短空就结束 那你基本上 你要占上月线 月线翻扬向上 那你的中短空就会结束 所以我们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要去把整个 一个台北股市 去做一些的一个扭转 那很简单 这个扭转就是你利用这几天 我们给大家看 这几天的月线 扣的位置是在这里 月线还是向下的 明天扣高 再过来 他就要扣低了 我只要撑在这里 我的月线 手的云开 就会见月明 我月线就有机会翻扬向上 但是你翻扬向上的过程之中 你最终的决定点 你的股票分成三个层面 基本面 技术面 技术面就含有筹码面 跟资金面 台币股市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以基本面跟资金面而言 因为新台币大幅的升值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是 你的被动型的基金 因为外资来讲的话 被动型基金是以汇率为主要的参考 台币的升值 它的卖压会减轻 可是你太快速的一个升值 昨天两脚多 今天开盘又一脚多 现在开始收敛了 对不对 收敛是好事情 不然的话 我们在整个9月底 就是要公布第三季的查报 连那么好的台积电 它可以做眼区外汇的避险 可是像大立光这一类型的 就是叫自然避险 如果我们的新台币 从32.5多 整个一个台电也是用32.5多 去计算你的一个美元收入 你现在贬值 你整个一个美元的贬值 台币的升值来到31.96 这会有汇退损失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要到9月底之前才能够知道 这个部分就会造成一些的影响性 所以我说在这种过程中 只要记住这件事情 手的云开见月明 你月线还没有翻扬向上之前 你在月线之上 你基本上不是不能做 你就是用采取到震荡的时候 去做低接 第二件事情 永远策略是不会变的 当你的KT指标来到指标80之上 你的胜率会下降 当你的胜率开始下降 你的资金就要去切割 你一档个股的资金 你要至少切割成两份 你不要一次去做一些买满的一个动作 台北股市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就跟大家讲 你今天是这里 明天是这里 再过来就这里 明天台子期的一个结算 除非你灌破了这里 在不管怎么样 你在明天后天 就一个礼拜之后 你会往下 你会往最低的时间走 你的月线始终就会翻扬向上的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虽然面临到很多 在基本面跟资金面上面的变化 我刚刚就讲了 你这资金面的变化 为什么银行个股在最近也开始跌 其实就是你的汇率 譬如说你的美元保单 为什么我在之前里面 就建议大家买台湾的一些ETF 譬如说你买的 你是用美元 假设你不是 你不是自己身上有美元 你是用台币换成美元 那时候是在32.5多 去买了一些美元公债 请问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公债你赚到了 对不对 它已经从折价到票面之上 可是问题是 你的美元是贬值的 你未必赚得到 台湾的ETF就是这样子 虽然你的公债 虽然你的一个债券的殖利率往下降 但是你的美元的贬值 也会造成你 这个时间点你的债券 就没有办法大涨 这就是一来一往之中 你要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但是2024年 它是股债平衡的一年 这个部分 如果真的债券价格 在9月之前 因为台币的一个升值 造成他们的拉回 你还是可以留意的 你还是可以留意的 因为债券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全世界 只要是已经开发的国家 利率不太可能 永远都在5%以上 一定是往下走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来讲 就要观察 明天台子期结算之后 你期货的空单 能不能够降到万口一下 如果降到万口一下 大盘上面的一个 所谓的压力 就会减轻非常的多 毕竟台币已经呈现了 一个升值 月线如果翻扬向上 基本上而言 你的周月线 就会形成什么 中短线的黄金交叉 只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拉回都没有关系 只要在月线之上 周月线都有机会 形成了黄金交叉 好 那我们把大盘讲完 就是说记住一件事情 日KD指标在指标80之上 你买股票资金要去做切割 第二件事情 KD指标在80之上 要有量有价 没有量没有价 你就要像这个盘 我觉得这个盘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 这么的差的原因就是 它不去印给你 你没信心你出去 你上来解套卖卖卖卖卖 对不对 那股票就这样掉下来 或是你外资卖就这样掉下来 像台积电一样 你掉下来对不对 这低接就好了 就给你撑上去 就撑在这里就好了 以手代工 我觉得这个就是进退有据 我觉得对台北股市而言 KD指标在高档 你用这样的方式 就震荡的方式去做低接是可以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做过度的一个追高 我们现在就来回归到第一个议题 就是今天里面来讲传出来 下午里面来讲整个中信经 它要宣布重大事项 讲合并的事情 那就有人讲说 星光经之前是传跟台新经去做合并 现在里面来讲一旦 大家说今天中信经要讲合并的事件来讲 所以整个星光经一声就拉上来 平时就是比较属于整个一个说实在的 如果星光经跟中信经合并 当然是好事 因为中信经它本身筹码上面 持有星光经的少 台经经已经有了 所以它就必须在市场上面 买的张数是比较多 对星光经的股价是有帮助 当然中信经也是经营 比较有利的一家公司 也比较大型 可是你还是要回归回来 你用多少价格 如果说你的一个中信经 你合并星光经 你的一个价格没有产生很大的溢价 譬如说你最后算出来跟11.8差不多 那它的星光经的股价也不会大涨 要看它的一个合并的价格 那再过来 真的是病吗 如果你的中信经 理论上你要宣布重大事项 今天下午说你要跟星光经去做合并 你今天为什么不停牌 你今天为什么不申请停牌 如果你不去做申请停牌 你这样子有没有内线交易的可能性 这个都是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要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说如果台信经跟中信经比 你站在星光经的立场 我会投给中信经一票 可是投给这一票的过程之中 观众朋友还要去看 它的折议价 要有没有很高的幅度 如果有议价很高的幅度 对星光经来讲的话才会有利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为什么没有停牌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 自己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个人认为 很多的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股市是要靠学习的 就像在这一次 如果观众朋友也没有关心 如果你在这一次8月5号 8月6号你是杀到了最低点 你要把这一次的经验学习起来 也就是说当你杀到了最低点 你发觉到融资当日减少了200多亿 三个营业日中过高 你要有回归 认错的勇气 这就是学习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经验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得到 因为蜀方毕竟在这个市场上面 已经30几年了 将近40年的一个时间 我基本上 我从来不带给你演什么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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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掌停板 也可以给你演掌停板 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 这笑话是什么 就是说有某些头顾 老师也好或是老板也好说 如果你到了9% 你去买掌停板 把它锁上了掌停板 你去演 今天有多厉害 你看我买的股票是掌停板 还是跟一个公司 你持有它慢慢慢慢慢慢 你持有它 时间换取空间涨了20%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 对演而演 演而演 演掌停板 投资朋友你自己要知道 演不代表是真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台面上面 老师是不用喊的 你也不需要演的 你实力可以证明一切 我就说再多头市场自己去查 我说没行情属方也没办法 我永远讲的是实话 没行情我也没办法 但是只要有行情 你想想看这一次的出身段 13000 这一次的主身段15000 在这市场上面 谁能够帮你去掌握 谁在这市场上面 绩效永远都是在 第一名跟第二名 这就是实力 所以你要迈向财富 提早自由之路 那答案只有一个 你跟上我们的操作 在广告时间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联络 就能够盖我们未来里面来讲 在股价的一个低点 就像这一次的低点 我跟大家讲得很白 我是不是进去买股票 你就能够跟上我们 迈向财富提早自由的计划 大家好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过去里面以来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整个台积电 对益子的先进封装里面 它都有很多的准备 一路从COAS到CPO 至于大家讲的 面板级扇形封装 到目前为止 其实台积电认为 技术面上面而言 它的研发是有难度的 所以到2027年 探讲2027年之前 它不会大局的发展 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选择 你在这里面的一个选择 你自己去做留意 就像5月份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个CPO的一个部分 它是叫做细光子 一直整合的 一个先进封装的方式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有两档 一个是6223的旺系 当时候在5月份以来 它从400块钱一路涨上来 这边跟我无关 我原则上而言都跟大家讲过 你看这个字卡贴起来 有够丑的丑 但没办法 中式的要求 我也不知道这边有电话 我从来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观众朋友就问你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4年 几年我也算不出来 我从来不知道这边有电话 但是要贴起来 你要原谅我 所以在这种过程 最终里面我跟大家讲 从联军 一路以来的60几块钱 60几块钱到90几块钱 我们再买一路上来再到这一次 为了有评有据 只好先贴起来给大家看 反光我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 这边你看 我说这一步还跌到100块钱以下 你自己要去做把握的机会 一路以来 它从90几块钱涨涨涨 涨到今天的一个高点 大家看一下 整个联军今天里面的高点 已经到144 已经来到前高的附近 也就是说它是所有的 CPO的概念个股里面来讲 光通讯模组它最强的 我就跟大家讲过 因为它做了 只有30万条的主动式的光纤 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即将开始去做一些的出货 就像我们在每一次里面 在探讨一些的个股 都不是等它涨上来 才跟大家讲 看这样连起来 还会连起来 没办法 你不能怪我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要按照中式的规定 就像在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 我也不知道这规定干什么 好无聊 我们就在讲琴雅 琴雅的部分也是 琴雅的部分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过去里面 HBM三星的部分 是由至上它去做带领的 从未来里面来讲 它在一个法说会里面 琴雅说 未来的HBM AI里面的一个记忆体 是用HBM 高宽系的部分 高宽屏的部分 那的记忆体 它是由琴雅去做带领 我们去买的时候 琴雅在这一天里面 它是杀下来到46.5 开始涨停板到高点 我说50级线乖离很大 乖离很大 你就不要去做追高 最高来到56.2 三天之中可以涨了20% 到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又上来 因为如果一旦 整个一个三星记忆体 交给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代理 那当然对于它而言 有很大的帮助 那6805的富士达 今天最高已经到839 我们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这大盘进退有趣 他不去做追高 但是在这种过程 他就非常有步伐 一定的步伐 一步一脚硬的往前去走 那现在谈到了一个机器人 其实机器人 当然是未来里面来讲 我们的最终科技的目标 可是要花至少10年 那第一件事情 来自于机器人 台湾是做软体 硬体 硬体的被取代性一定很强 所以它的机器人 就从之前的自动化的设备 一路到什么设备个股 再到现在工具机 但是不要忘了 工具机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新台币升值 新台币如果大幅的升值 对工具机非常的不利 至于黄仁勋董事长来不来 它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今天就有人问说 今天的红准里面 机器人概念个股 因为苹果的桌上型机器人 说要给红准做 所以红准在今天的机器人 是独强 我说姑且你不要论这些 本来红海集团跟广达集团 就是台湾机器人里面的硬体 它是最完备的 就是说未来只要有机器人 要做到硬体 这两个集团都会做得很好 那其他人就看它 要不要收编 像整个一个所谓的广达 就有收编 所谓的一个维新码跟罗森他们那边 那就看 那你自己看获利的一个数字 红准它本身就有所谓的散任 它上半年1.21 大涨的罗森 0.05 那6188的广名旗下有所谓的 要达名的部分 1.26 那广名100多块 红准不到70块 合理 我就觉得非常的合理 这就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我说有时候股票 本来就是你的选择 就像你在选择很多的老师也一样 你可以去选择 每天在延长停板的 你也可以去选择真正有实力 有经验可以带着你去迈向 财富自由之路的人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当你在面对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觉得它是一个进退有趣的盘 如果能够拉回 你能够低接 那不就代表好股票 你有好的价格可以买到吗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点 用对的方式 跟着鼠方一起财富逆转胜 让你的自己 有机会财富提早自由 跟上鼠方在未来盘中的 全新投资组合 你就有成为赢家的一边 赢家的一方 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施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